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都是一张资料表的情况 那如果一个资料库 里面只有一张资料表的话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很简单的资料库 而且也就没有用到我们前头所谓 所说的这个关联性 那现在开始我们要来 主要要谈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联性是什么 关联性怎么设计 关联性怎么操作 而第一个该要解释的问题是 何必至少麻烦呢 一张表格可以处理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所谓的关联性呢 做关联性的一个最基本概念 是要让资料库里面 尽量不要有重复的资料 尽量不要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设计一个关联式资料库的基本概念 就是说要消除重复的资料 好 那重复的资料库有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呢 这是因为一旦资料重复 就可能不一致 所以我们并不是讨厌资料重复 你或许会想消除重复的资料 是为了节省磁碟空间 老实讲今天以今天的科技来说 磁碟空间一点都不值钱 所以这个不是重点了 那20年前获取是重点 但是今天绝对不是重点 重点呢是不要有重复的资料 是为了让它不要有不一致性 或者说要维持资料的一致性 那什么叫做资料的不一致性呢 我们来看这个书上写的几个例子 譬如说这里 也是书上的第四页 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譬如说台中线 你看这里有一个台中线 对不起我画得不太好 这边光起来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台中线 这两个台中线很明显嘛 对我们认识中国字的人知道 这两个字同样的意思 这个台跟这个台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你要想啊 如果你用电脑来搜寻一个字的时候 电脑可不是中国人啊 他看不懂这两个台 是同一个意思的字啊 他看的是什么呢 电脑里面 我们这句话好像每一天都说 对不对 电脑里面万物皆是数啊 凡事都是数 电脑看到的是这两个 这些中国字的字码 那很明显的 这个简写的台的字码 跟繁体的台的字码 显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搜寻台中线的时候 写成了前面这个简体的台中线 那他就搜寻不到 后面这个台中线 反之你如果写了后面这个台中线 他就搜寻不到前面的台中线 那同样的问题发生很多啊 譬如说邮递区号234 如果你是用ASCII code写的 写的英文的234 那么你用英文的234来搜寻 就搜寻不到用中国字来写的234 好 那还有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致性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是我书上没有的 但是这是我个人在使用 很多很多不同学校 不只是中央大学 全台湾各个地方 大概都有一样的问题 在使用这个图书馆的查询系统 来查询某些人的名字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譬如我们在第0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位 近代的这个 了不起的数学家 他也是造成今天我们使用电脑的 这个电脑硬体设计 变成今天这个模式的 一个重要的思想领导的人 他叫Jung von Neumann Jung von Neumann的Jung 是他的first name 而他的Fung Neumann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 有父姓一样 这个Fung Neumann 是他的last name 那这个 但是很多图书馆的管理员 或许不知道这件事 他就以为呢 Jung是这个人的first name 然后Fung是他的middle name 然后他会制作主张说 middle name应该要大写啊 所以就变成大写的VON了 然后他的last name 变成Neumann 所以呢 就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是他last name Neumann 然后这个middle first name跟middle name 变成Jung von 或者甚至于有人 就自动把它缩写 J一点V一点 然后Neumann 像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去搜寻 Jung von Neumann的话 都找不到 也就是说 这边我画的三种情况 就必须用三种不同的方式 来搜寻 当然你可以说 我就搜寻Neumann就好了 但是这样可能搜寻出来 太多我不要的资料 对不对 我们都晓得在Google Google为什么这么红 就是因为 他搜寻出来的资料 多半是我要的 那如果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搜寻软体 你随便打一个 就是搜寻出来十万笔 那跟没有搜寻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 就是说 这资料表 资料库的设计 当然是希望越快速 越正确的拿到资料越好 如果一个资料 如果一些在人的概念上知道是同类的资料 但是资料库却不能够把它都拿出来的话 这就造成资料库的设计上面的缺陷 或者使用上面的缺陷 使用上就会不方便 或者甚至于有错 会不会造成人家自杀 我不知道 不过 反正有错 那有错就是不好的 就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会有错呢 就是因为不一致 就是因为不一致 那怎么样尽可能的让资料要保持一致性呢 其实第一点就是消除它的重复性 消除重复性就能够比较降低 它发生不一致的可能性 那这是当年为什么有关联式资料库 在概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要想想 那刚才我们设计那个中央大学 数学系校友通讯录的那张表格 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 我们起码想到的就是邮递区号 邮递区号好像不应该 不应该有的时候是中国字 有的时候是这个ASCII Code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是美国字 有的时候是中国字 或者说有的时候用Big Five码来储存 有的时候用ASCII Code来储存 那再想一想 这个台中线 简写的台跟反写的台 这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不同 因为一旦我们决定了邮递区号以后 根据中华民国邮政总局的 那个规定 邮递区号规定了以后 它是什么市什么县 或者在那个县里面 它是什么厢什么镇 或者在那个市里面是什么区 其实都已经规定下来了 我们不应该重复的记录 对不对 如果我们重复记录 就甚至于可能发生一件事 我们打字打错了 或者是填资料的人填错了 他明明比如说台北市大安区 邮递区号 譬如说应该是106的 但是他不小心写成了107 我们也帮他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一个错误 所以既然已经有一个标准的 县市名称 地区名称 跟邮递区号的对照表 我们就应该使用那张对照表 还有呢 我们说有人会重复注释好几次 所以他的姓名 事实上不应该重复 老实说应该是这样 老实说我们的最 我们最后设计出来的资料库 会是这样的 但是为了在课堂上的练习 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我跟大家承认 我的姓名是重复的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用重复 但是我们重复了 但是起码有一点我可以让他不重复的 就是如果是同一个人进出中央大学四遍 那么做了四次校友 他的地址就应该是一样的 甚至于中大数学系已经是一个老牌的学校了 所以呢我们有开始有父子党啊 母女党啊 那或者夫妻党啊 他们的通讯地址也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设计这个资料表 尽量的不要重复去记录一个人的地址 好所以把刚刚说的话整理一下 第一不重复记录他的地址 第二地址里面由邮地区号 用邮地区号就应该可以决定 就应该可以决定他的地址里面的属于哪一个县市 或是还有这个县市里面的哪一个地区 因此我不应该储存县市的名称跟那个地区的名称 我应该只储存在那个地区里面的街道号码 什么街什么像什么弄几号几楼 只存这种东西 至于是在哪一个是在园林还是斗六 这个由邮地区号来决定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应该要看以下的这三张表 也就是把我们最初设计的一张资料表 拆成了三张 那这三张表就应该有三个名字 这三个名字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画出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列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画面上应该很明白的有三张表 第一张表的名字叫做list 也就是名单的意思 第二张表的名字叫做address 也就是地址的意思 第三张表的名字是zip 就是邮递区号的意思 那每一张表呢 现在看到跟刚才有一点不太一样 每一张表呢都多了一个特殊的栏位 这个特殊的栏位呢 在每一张表都放在第一个栏位 这个特殊的栏位呢 其实就是序号 就是序号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一个序号 就是每一笔资料 我就给他一个序号 那譬如说 这个list上面就变成有 目前就看到四个序号 一二三四号 那在这个序号之后 导致还是蛮简单的 这第一个呢 应该就是num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学号 而这第二个呢 应该是姓名 我就不写出来了 好不好 姓名 然后性别 然后status 这跟刚才都一样 只不过现在不同的是 这原来为什么出来了一个122呢 还记不记得成林树是没有地址的 所以成林树的这个栏位呢 是空的 是num 我们没有用别的东西带起 好 他的 譬如说这个张军宝 他的地址在哪里呢 没有写地址了 这里没有写地址了 我们就只写了一个1 这个1呢 就是一个关联的意思 这个1的意思是说 他的地址在哪里找呢 到这里 到address这张表格的1号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序号 好 我就是要记得这个 他是到哪一张表格的 哪一个 哪一号的这个资料 去去找这个人的地址 好 那么这个人的地址呢 呃 跟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游地区号就应该决定 这个地址的前面的县市 跟呃 跟区域的 跟地区名称 因此我们就没有记得 我们就没有去记 他是呃 他是台中县石刚的雪府路136号7楼 没有去记台中县跟石刚 我们只记得 我们只记得在那个区域里面的街道啦 巷弄 呃 还有什么门牌号码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只写了雪府路136号7楼 然后至于他是哪一个邮递区号呢 我们也并没有直接写邮递区号 422 并没有直接写 而是呢 我们写了一个 另外一个序号 这个序号是120 这个序号120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到ZIP的这张表格来找120号 第120笔地址 这120 这个第120笔的这一笔资料呢 他就告诉我们说 邮递区号是422 然后县市呢 是台中县 地区的名称呢 是石刚 这三张表格就因为这一些关联 使得他们在概念上属于 在概念上不是说属于 是组成 在概念上这三张表格组成一个资料库 那么看起来他是复杂了 当然是复杂了 但是一旦你做大资料库的时候 这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好处 除了稍微节省了一些磁碟空间 虽然不重要 他还是有好处的 所以除了节省磁碟空间以外 他最主要呢 就是我们刚刚一再说的 他会让你将来事情越做越大 越做越复杂以后 你会感谢他的 他会增加你的搜寻的效率 他会消灭这个资料的重复性 或说至少是降低了资料的不一致性 使得你的资料库里面 不会有那种找不到的资料 或者是永远被遗忘的资料 那再多看几个 再多看一对例子吧 像周伯通呢 他曾经两次进中央大学数学系 看来一次是读这个硕士 一次是读大学部 一次是读硕士班 所以他的地址呢 我们发现他 我们是在这个资料表里面是没有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同一个地址 这样子画好了 他是他的地址呢 就用address这张表格里面的 二号地址来决定 二号对不起 二号资料来决定 二号资料告诉我们说 他是他住在哪一个地区呢 就要用zip表格里面的33号资料来决定 这33号资料告诉我们 他的邮递区号是234 然后他完整的地址 应该是台北县永和沿河路663项48号 好就应该这样写了 所以因为这笔资料没有重复 所以也不会发生 刚才在前头给大家看到了说 663项的663 有一次写成了ASCII Code 另外一次却不小心写成了中国字 好那就是一种不一致性 如果有人要用663来搜寻的话 有任何理由 想象有什么理由 有人要用663项来搜寻的话 就会搜寻到一种 而忘掉另外一种 那刚才我们不是说到 每一张资料表可以有一个 栏位名称的简表吗 现在呢我们就要利用 这个栏位名称的简表 来帮助我们设计 一个关联式的资料库 既然你要有一个关联式的资料库 当然代表这个资料库 储存了某一个资料集合里面的资料 好那第二点呢 既然是有关联性 当然它不是放在一张大表格里面 它是根据我们的设计 拆成了几张不同的表格 譬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 拆成三张表格 那这三张表格呢 就应该当然有关联的这个关系 如果你发现有一张表格 跟别人都没关系的话 你可能该想一想 这张表格是不是应该放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好那从这三个简表里面 当然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都知道第一张表格的名字叫做list 第二张表格的名字叫做address 第三张表格的名字叫做zip 然后分别也看得出来 每一张表格有多少个栏位 每一个栏位的名称是什么 譬如说list的表格有六个栏位 好第一个栏位呢 这三张表的第一个栏位都是序号 序号的栏位名称习惯上 我们就叫它id 好那address有三个栏位 zip呢就有四个栏位 四个栏位的这个第二个栏位呢 zip code就是邮递区号 第二个栏位zone 因为我不喜欢用 我不想要用中文当作栏位名称 或者是表格名称 这个zone就是县市的名称的意思 area就是在某一个县或某一个市里面 再去分的这个小的地区 好譬如说高雄市就应该是放在zone里面 而林雅区就应该放在area里面 现在要来讲关联 关联呢就像我们刚才前头看到的事情呢 这个我们不直接记录一个人的地址 而是记着 而是把地址放在另外一张表格里面 好那然后呢 怎么样让address的表格跟list的表格产生关系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 这个address id就是list的最后一个栏位 我们知道呢 它的意义是指的是呢 address这张表格的序号 所以他们两个就有了一个关联 好我只不过是把刚才的那个比较 比较 刚才那个完全列出来的表格用简表来表示 好那在address里面也一样 我们并不写出来这个人的这个地址的邮递区号 跟这个县市啦地区 而是我们让他从另外 也就是zip这张表格里面的某一笔资料取过来 所以呢 address这张表格跟zip这张表格就产生了这样的关联 这个关联还有一个更 在深一步的细节是说 关联一定要有函数的关系 好什么叫函数的关系啊 函数有定义域有值域 那函数可以在定义域里面不同的 很多个不同的东西 去印到同一个值域里面的东西 这是允许的 对不对 譬如说y等于x平方 对不对 x是正负一都印到一 这是允许的 但是我们并不允许呢 定义域里面的一个元素 被映射到值域里面超过一个元素 所以我说这个关联要有函数的 这个概念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想这个 当我说list的表格和address的表格 有关联的时候 你要想这个函数定义域在哪里 值域在哪里 那么有没有可能有很多 在list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人 使用共同使用一个地址呢 显然应该是对的 譬如说是同一个人 比如说周伯通 他出来两份资料 但是他用同一个地址 或者是父子党 两个这个 差了2025年的两个学生 用了同一个地址 这是可以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资料表的设计里面 并不允许一个人有两个地址 当然这或许是个错误 或许你应该让一个人可以留两个地址 一个叫永久地址 一个叫工作地址 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是题外话 这不是我们现在设计 在我们设计的框架里面不做这件事 所以呢 这个list跟address之间的关联性呢 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关系 是从list当作domain 当作定义域 映射到address这个值域 这样的一个函数关系 好了 再来看address跟zip 这两个表格的定义域跟值域关系 该怎么想呢 有没有一个地址 有没有很多个地址 用同一个邮递区号 这废话 这一定可以的嘛 对不对 所有住在台北线永和的人 都用同一个邮递区号啊 所以一定是有很多个 不同的address资料 会映射到同一个zip 但是同一笔 同一个家庭的门牌号码的地址 当然不可能有两个邮递区号 所以这个关联性也是很明白的 它的定义域呢 是address 它的值域呢 是zip 也就是简单来说了 函数关系是允许 从多印到一个 并不容许从一印到多 如果你今天设计了一套 关联性资料库 然后把这个表格 用简表的方式画起来 然后来画出关联的线 画出关联线之后 就要想象 这个关联线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关联所造成的 函数的方向是什么 那么你一定要想出来 它是某一个地方多 某一个地方一 那么这个关系 就是从多到一的一个对应 如果你想了半天 你发现 这两张表格永远是一对一 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应该建议你呢 其实它不需要是两张表格 你只用一张就好了 只用一张表就好了 你不需要把它拆成两张表格 再给它一对一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是可以这样做的 譬如说 譬如说这张表格里面 放着一些图档 或是一些MP3的音乐的基本资料 就是这要回到最初了 就歌曲的名称啦 唱歌的人啦 等等之类的 那这是小笔的资料 你可以让它放着 那么如果你现在想要把MP3的音乐本身 动辄了两个MB 四个MB那样的大的档案 通常你是放在磁碟里面 做独立档案的 但是如果有任何理由 你想要把那整首歌的MP3 放在资料库里面 当作一个栏位 这其实不是办不到 这也可以的 技术上比较高干一点 这时候呢 你或许就会想 有一张资料表里面放的 全部是歌曲本身 另外一张资料表 放的是那个歌曲的创作者啦 歌的名字啦 还有这个唱歌的人的名字啦 这就是两张表 这两张表一定是一对一对应的 是不是这样 这一首歌一定是拉到这边来 对应一个MP3的这个音乐 这一定是一对一对应的 但是为了查询的 查询这张这种资料表的效率 你还真的是希望把它分成两张表 虽然这两张表之间的关联性 是一对一的 好 这是一种特殊状况 绝大部分的情况 你如果发现你的关联性 是一对一的话 基本上它是应该可以 合并成一张表的 那在技术上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 比较高干的事情 如果你发现这两张表 非得存在不可 但是呢 你怎么想来想去 它都是多对多的 这样子会影响到你将来使用这个资料库的效率 所以你最好要重新设计你的资料库 是怎么设计呢 如果你发现 我只是举例了 如果你发现这两张表格呢 是多对多的 那现在你应该这样做 你要设法在这两张表格中间呢 你要设法呢 这个在这两张表格中间 安插另外一个表格 安插另外一个表格 我不知道是什么表格 但是我们就随便画一下 假设我有另外一张表格 我就设计另外一个表格出来 然后呢 想办法重新拉线 让这个表格在做中间人 对不起 我刚刚也许多画了一些 也许多画了一些 没关系 反正意思就是说 我不需要这么多揽位 好 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办法在中间做一个中间人 使得这张 有了中间的这张表格以后 中间这张表格到左边的表格 是一对多的 中间的表格到右边的表格 也是某种形式的一对多 某种方向 这个方向一对多 或这个方向的一对多 就安插一张表格以后 使得 总之就是两两之间 两张表格之间 只要是有关联的 它都应该符合 函数关系 就是多 映射到一 的这个函数关系 那这个我们现在解释了 在书上面设计了一个假想的资料库 这个假想的资料库有三张表格 那这三张表格呢 有非常少量的资料在里面 少量的资料呢 是比较适合拿来做初步的练习的 免得你一不小心就做出一千万笔资料 然后把电脑搞死了 那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练习资料 就在操作技能自习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是SQL练习 这个SQL练习呢 这边也写了 就是我们刚刚在书上看到的那三张资料表 就是这三张资料表 还有他们里面的那些少量的资料 那点了这个练习工具以后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三张资料表 来做这个SQL查询语言的最基本练习 那这些语言 当然在书上只写了一句两句的例子而已 当然那是不够的 当然是希望你去看SQL的线上教材 譬如说我现在就说一个简单的语句 说show tables show tables 然后按一下查询呢 他就列出来说 在这里面有这四张表格 为什么有四张表格 因为当初我们在书上的第一页 那个把所有资料放在同一张表格里面的那一页 其实也放在这里了 那如果要把这个 把那个第一页的表格列出来给大家看的话呢 我就写select star select星星所有的东西 from address from address这张表格 那么点一下查询 他送出去你就看到 对不起我刚刚是不是做错事了 不是不是address select star from 我忘记了我们最最最最最初的那张表格叫什么名字 alumni 对不起 最初那张表格叫做alumni from alumni 好按一下查询 好在这里 这就是书上第一页的那一张表格 那当然对这几个简单的少量的表格呢 你可以做 其实已经可以做蛮多的自我练习了 这是我们放在这边 提供读者的一种服务 好 的 那么 我看见了